我们还有一位朋友 还是叫做乐和菲乐 他说 教教广大女孩 如何发现好男孩吧 广大男孩 如何追自己喜欢的好女孩 这是根本 也是目的 大家支持一下 谢谢 我觉得其实啊 我自己对男的的观感 就是什么时候 你最容易发现 他 就是哎呀 这个人就很帅很曼妙的时候 优点的时候 男的比女人 我认为这是从物种上面 有一最大的差别 男人的集中力比女的强 就是我们女的可能 就是我不知道 我表达清楚没有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喜欢一个男的 除非是说 他真的长得像金城武那样 不管他干嘛 你都是会被他的美色所吸引 否则很多的时候 实际上可能他在 很专注的工作的时候 很多的我开始 不怎么喜欢的男的 比方说冯小刚导演 我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对这个导演 实际上是一般般来看待的 但是你真的在现场看到 他特别认真在工作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种气概 那个都不是气质 然后他会觉得 男人就是应该这样的 就是一切都运筹为物 还有比方说做运动 健身 就是你专注于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了他 对 所以女孩子们 去到这样的场合去看男的 比方说 我有一阵子在美国玩 然后我们那个 因为我住在密西根 就是那个地方 周末的时候 大家都去划那个 那叫什么 也不应该叫橡皮艇 其实我不太说得清楚 那是一个什么 就是三个人 五个人一起划 划井吗 还是 就是一个船 但是它是皮的 其实那个你翻下去之后 你就站下了 就是它其实没有什么危险来的 但是你看 比方说每次我们那个领队 就特别卖命的 跟那划那个船的时候 那我就 真的还蛮可爱的 比方说 我很容易 那个不是爱慕 我很容易跟我的理发师 相处得非常的好 我很容易跟我的工程师 就帮我设计这个图纸的 那图纸的 或者是健身教练 我都容易跟这些人相处得好 而且男的 我都会觉得 他们某一部分特别的棒 是因为他们在工作状态 所以我觉得女孩子们 如果你们 就是还是回到我上一趴说的 我们多去参加这种 就大家特认真的在干一个事的 我很容易对所有的这种 特别有专业的级别的 比方说 可能 如果我的电话丢了 我打给我男朋友的电话 绝对没有打给我的 电脑工程师的电话多 我看到忽然冒出来了 一个小花脸 我应该怎么办 就是你是一个电白的时候 你碰到这样的专家 你就会 你当然会 对他有一种依赖感 而反过来 男的也喜欢被依赖的 这是男女分工的不同 我不知道啊 我不是男的 你们男的觉得是这样吗 就是你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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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